大家好,這裡是百八 超好用的藍圖功能你有用過了嗎? 這個功能可以記錄你用救急手蓋過的東西 從建造紀錄裡面選擇你想要的東西按下去就可以一鍵製造 是一個十分方便的功能 但是你知道這個功能其實還有隱藏的用法嗎? 今天我們要教你用藍圖這個功能來進行素材的自動收集 還有一點注意事項我們也會告訴你 我這邊用蘋果當範例 我先拿出10顆蘋果,用救急手把它們黏在一起 然後打開藍圖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建造紀錄 這個時候我們選擇最新的那一項把它加到我的最愛 之後你只要進到蘋果樹林裡面 你有看到很多蘋果想要收集 你就打開藍圖選到蘋果 然後把紫色的選取範圍往最近的蘋果樹掃過去 蘋果就會全部自動聚集在一起了 使用這項收集方法需要注意的是 有時候你想收集的素材會低於你藍圖的建造紀錄 這個時候系統會叫你花費佐納尼烏母 來生成你不夠的素材 所以你的素材收集完之後 你其實不需要按下建造 你按下取消它就會原地落下 小心不要按到建造囉 這樣會花費你珍貴的佐納尼烏母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不想錯過最新的王國之類消息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SAKANA180 我們下次見 掰掰